第1380集 哼,真是冤家路转啊,居然碰到这个小崽子 是机组捡到的那个野种 八叔,你要小心,他身上有古怪 上次让我与三哥吃了大亏 不远处出现一个少年,脸上带着笑,感觉非常意外 居然能在这里见到这个该死的娃儿 同时,他也很开心 正是雷族部落的少年,雷灵 上一次将几乎引到林州 让他的三哥雷云出手 折磨几乎,连牙齿都山飞即可 在他旁边,有一个汉子 三十几岁的样子,血气鼎盛,眼眸冰冷 他足有一丈高 这片部落的人,普遍都身材高大 雷灵露出冷冽的笑容 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 哼,八叔,直接摔死他就是了 总觉得这小崽子身上有问题 别乱来啊,这地方很危险的 楚风警告 不经意间,他瞥雷一眼天坑边上的石棺 结果,雷灵与中年男子都冷笑 直接扑了过来 楚风躲避,隔着十几丈的距离 向着石棺后方逃去 嗡的一声 下一刻,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雷族的叔侄二人宁笑着 如同大鸟扑杀过来时 身体木然干瘪 一身血液全部冲出去 没入石棺中 他们两人距离石棺还有三丈远呢 超出东清所说的一掌警戒线 然后,两人的皮鱼骨落在地上后 瞬间化成尘埃 就这么一刹呢 两人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干干净净的消失 楚风头皮发麻 终于亲眼目睹九幽式的残忍与可怕 眼前这一幕绝对是最好的石正 他觉得不能再玩火了 避免自焚 他迅速的将几块神磁石布置好 他们发光 彼此交织 竟连在一起 构建成一面磁光镜 楚风喊了一声去 将他扔进了天坑中 虽然从东清那里了解到下面的虚实 但他自己也想用长玉手段 探究下面的具体数据 天坑底部解开封印后 下面深达十万里 那由神词构建的特殊发光镜体 如流光一般迅速沉入地底 映照出一些景象 一对古老的石门很灰红与高大 刻着阴压 宛若要振翅而出 石门很磅礴 哪怕只开了一道缝隙 也足够大象奔跑进去 在那里面便是阴明国度 死气森森 一个干瘪的黑葫芦正在向外渗血 那当中封印着东西 事实上 这一切都很模糊 看得不是很真切 磁光镜的反馈效果有限 而最让楚风心记得 还是那片看不到尽头的阴明土地 楚风迅速地不知场域 通过磁光镜 测算出具体深度与坐标等数值 他开启一座场域 准备将九幽旗送进去 别 有话好说 石管中传来大叫声 按理来说 你这么害怕 我得琢磨一下 你是不是装的 是否正中你下怀 万一你原本就想进去怎么办 但是 你这狗东西 这么阴狠狡诈 估计就是要扰乱我的思绪 楚风说道 他估摸着 对方是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各种交替 该于他的判断 但我怕什么 即便扔你进粪坑中 你现在也动不了 很长时间 才能爬出去 一小段距离吧 我有的是时间 你先在下面慢慢爬 等我想出对付你的办法 再慢慢拾到你 古尘舟 我相信了 就冲你这么确得 一定是我那 史前时代的大哥呀 主斗燃斗棋 斗在府中棄 我不是你二弟呀 林被送走前 那老家伙撕心裂肺的惨叫 真的是在恐惧 官国被撞得 框框响 他奋力挣扎 但是现在楚风不相信他 练个拳都差点出问题 以他现在的小身板 面对这九幽棋 实在是有点危险 他觉得 应该等东青他们回来再说 先扔下去 吃的一声 石棺消失 被一传送长玉与刹那间 送到天坑底部 管穿石门缝隙 砸在阴鸣中 透过先前放下去的磁光景 楚风看到模糊的景象 阴鸣土中 那石棺在剧烈摇动 被撞得颤抖 以蜗牛般的速度 想要掏出阴鸣 仿佛可以听到九幽棋 好叫声 他在惊慌 带着无边的恐惧 想要顿走 真没出息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是从那里爬出来的吗 楚风又用了一个长玉手段 可以远距离船一 能听到下方的嘶吼声 果然 九幽棋在京举大叫 楚风吃惊 这家伙生前来头大的吓人 如今回归 实力也让人觉得发疲 居然被吓成了这个样子 在下面好好反省 以后说不定 真有一天我会去度化你 毕竟像你这么可耻与不要脸 又凶残的生物 不多见 以后应该可以派上用场 然后他说不下去了 寒毛嗖嗖嗖的倒树 从头到脚都在冒凉气 他看到 在那阴鸣土中 伸出一只苍白的手掌 没有一点血色 然后抓住石棺的一脚 就这样慢慢的将他给拖下去了 没入土中 楚风见到这一幕 跳起来就逃 撅起小屁股冲进林中 在途中 向前扔神词石 布置传送场域 他冲了进去 逃之遥遥 最后关头 他听到了九幽奇的怒吼 古尘州 我造你大爷的 我还会回来的 楚风琢磨着 这家伙应该真是从这里爬出来的 就是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爬了一万年 就这样 让他给打回原点了 管你呢 楚风跑路 他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看一看动静 然后去研究 从九幽奇那里得到的特殊全景 到底如何 楚风 站在数十里外的一座高山上眺望 天坑那里 除去腾起一片黑色的阴雾 以及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 阴压叫声外 没有其他一变 片刻后 恢复宁静 他又等了很长时间 才去善后 清除神词石等 接着 他去了一趟雷基山 抹掉痕迹 这才回归部落 少阴 少阳 熟若熟墙 阴阳相继 天上称王 在神庙中 楚风在磨叽 从天坑回来两天了 他一直在研究太阳几身术 揣摩那古怪的拳精 想要阴阳柔和在一起 结果呢 他又将自己给点燃五脏六腑再焚烧 而且不止一次 他数次化身为一具火人 还好 有小鱼拳 楚风一番眼裂 平息太阳火光 他现在估摸着 应该可以将小鱼拳 称之为少阴拳 这头九幽七所给我的太阳几身术 难道只是一门汉人的功夫 可是 他能在瞬间开启一个人的潜能 着实不凡呢 楚风揣摩 研究这么久 还是没有头绪 所谓的少阴与少阳 想融合皈依 只是他一番情愿的想法 差点将他自己给练死 再者 那所谓的少阳拳 也就是太阳几身术 单独练都不行 每次都充满了凶险 有些不同 直到过去四日 楚风体会到异常 每次都会将自己烧伤 可一旦恢复后 他便觉得自己的身体暖洋洋的 连续数日后 他的精力 竟无比的充沛 一时间 楚风不再皱眉 小脸非常的灿烂 小的 跟只偷鸡的狐狸似的 嘿嘿嘿 二弟 你这孙子真不是东西 当时想害我 可你没想到 被我发现妙处 原来这是你们这一脉的密片 楚风确信 这东西有用 而且是有大用 价值连城都不足以形容 实想 他竟能挖掘体内的奥秘 开启人体宝库 一步一步的揭开封印 释放潜能 这是何其惊人的事啊 进化 本就是要打破身体桎 不断实现生命层次的跃迁 这太阳记深数 效果绝佳 不懂的人 若是贸然运转此法 可能会害死自己 可是若能坚持下来 那就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那头九幽旗 有一些话语是真的 这种法坚持得越久 对自身好处越多 尤其是楚风掌握有 哨音全精 关键时刻 忍无可忍 可强行灭火 不用担心 太阳记深数烧毁自己 二弟 谢谢你这份厚礼啊 难怪你知道 我练有少阴泉后 跟吃了死孩子似的难受 原来如此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